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们这边已经有这个获利分类了 这个高获利 一般获利或者是负的获利 通常是老板想要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重点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工具叫做关键影响因素 这是我非常希望你们能够理解的 最容易理解莫过于负获利 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请点选关键影响因素 然后接下来请勾选我们刚刚的获利分类2 请把它放在分析里面 我现在要分析的是负的获利 那这里产品的子类别 假设我打勾 你就会发现这个负获利一定就是这三种 第一种是谁 是table-8.6 它的倍数是多少倍 23倍 所有的子类别就只有这三个 而且它的倍数都很高 负获利跟这三个子类别有绝对关系 产品子类别应该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 他说产品子类别是furniture的话 这边有看到是10倍 如果是家具 讲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回到最早的销货分析 furniture它里面有四个东西 一个是chairs 刚刚有没有看到chairs它是不是负获利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 这个是tables它是负获利 你看这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 负获利以furniture为主 只类别有tables跟bookcase 还有supplier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cable跟bookcase 这个chairs在这里bookcase在这里 也就是说三种负的获利 只类别其中有两个都在furniture 好这是提供节能参考